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软件测试学院 本营带来的Web站测试技术之Web开发技术 那么上课之前呢 建议大家进行一下咱们的这个千锋软件测试学习营 就是学习营的Q数群7610-82948 7610-82948 大家在学习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群里及时提问 我们老师看到以后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做出答应 好 接着咱们这个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内容是什么 是我们这个HTML5的这个表单 新的什么呀 应不得行 之前学过什么 之前学习过咱们HTML同学课程可能会知道 那input的表现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造成 那在HTML5里头呢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H input 这些一些新的类型 那咱们具体啊 给大家列了一部分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什么呀 第一个的话类型是我们这个email类型 email类型 email大家知道我们email格式的话 我们是包含什么 是它肯定是有一个是肯定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at 如果没at的话那是email 那不是email啊 那咱们这来给它简单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input外型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要包裹在什么呀 包裹在我们这个方表单中的啊 表单中的啊 那我们这先写主要 我们先写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方式 一些方式方法 然后详细的内容的话呢 我们在有些后面可能会当中给大家解释 什么是放标的啊 什么是放标签 简单说一下吧 放标签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针对外部来说的话 我们是经常要提交一些内容 比如说什么呀 比如说大家常见到的登录注册 类似于提交一些什么 说明了文字线信息我们是要提到后台的 后台过程上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但我们这个提交方式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提交呀 是是是怎么提交呀 是一个一个提交的 还是一次性的打包一块发过去呀 所以说的话 一般来说的都是我们就一次性的打包发过去 发过去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就把这些信息呢 我们统一写在一块 然后呢点一个提交按钮 把这些信息怎么办呀 一次性的打包好了 全给人发过去 在我们外部中的话呢 用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放表 放表达的方式 放表达方式 然后他这有两个属性 我这不做详细过多的解释啊 我们后面或者让大家单独来说这块 一个是我们还是就是提交位置 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个提交的方式啊 get或者是post 那这的话咱们先用这个get的方式来说啊 至于这个get和post 具有什么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课程啊 都会给大家详细做解释的 那我们这主要是没有主要是因为写的是我们这个具体的提交 那些东西都是通过什么方法来提交的啊 整体的话我们是通过什么的 这个input的标签啊 input标签 他有一个type数研 type数研让他这样我们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一个叫做email的东西 email email的话eml email 然后的话呢 前面怎么样 前面给他加一个 email 地址 地址吧 加个什么呀 加个 e email啊 然后呢 写个什么 写个name 写个name name的话就代表我们这个标签名字 具体内容是什么的话 我们要通过这个name的方式给人做的 做的一个提交提交 再加上的话 我就写什么呀 写个1吧 email 然后啊 写完以后的话 我在下面放一个什么呀 放一个这么一个提交按钮啊 提交按钮 input type submit 就他一个value值 写的什么呀 就写上提交啊 提交 好 那个咱们运行瞅一下 运行瞅一下 好 那我现在点提交了 嗯 什么也没写 提交啊 提交 提交他输入什么呀 请输入电子邮箱什么呀 地址是吧 机制啊 因为我现在很明确知道什么呀 他不是一个什么呀 不是有些 他说再加一个at呢 提交啊 提交放什么 是吧 也不对 也不对的话 你为什么呀 他也不合格 at后面是不是这个东西 不用写个qq.com啊 那么一点提交 哎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提掉了这里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ename 然后的话 写在我们这这多东西啊 写我们这多东西 把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千万岛也是把我们提交了 好 大家注意啊 我刚才我这写3424at 然后at变成什么了呀 他是不是变成这个符号了呀 对吧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我们百封号的一个转移字符 二转移字符 这样的话 我转移字符 至于转移字符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不用考虑 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以先记住 我们这的at符号在什么呀 在我们这个立体员表示方式 就是什么呀 就是通过这个百封号409方式来表示的 表示的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类型是我们一个URL URL的话 提200大师会自动验证URL遇的什么 遇的一个字啊 如果说它是一个网址的话 那就说明是一个网址的话 那就说明就是就可以干什么呀 做一个URL的一判断嘛 然后给它加一个啊 type url 然后写个name 那么也就是t吧 test啊 那的话 我这千万也标记一个 t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测试意思嘛 那么test url 好 这个咱们也试一下啊 诶 写错了 重开一下吧 运行 dryfox 呃 启将 啊 你看这儿不清是吧 at 有点 com 启将 啊 url这里咱们加一个 加个什么哈哈 t是什么呀 请输入一个url 这是不对的 那咱们怎么着啊 一个3w.r 百度.com 啊 一键提交 iPad怎么 还是不行啊 为什么 这是我们一个什么呀 我们域名啊 整确url应该怎么写的 http 话号 斜杠 提交 啊 这个就怎么着 是不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交方式呀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验证之前 因为早些年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判断 是不是这个url的话 它是比较麻烦的 啊 你需要用一个最简单 最长的话 就是用正则匹配 匹配是吧 匹配它里头 是不是还有止净的元素 啊 那在我们h5里头 这些东西怎么办 多这个给我们解决了 就解决了啊 就在h5里头的话 自动就给 怎么着呀 带这些东西啊 带这些东西 下一个啊 input的类型是个什么呀 是个number啊 number number用于什么呀 用于包含该 该数值的什么域啊 属性就这些啊 有什么呀 有这个max 表示允许的最大值 mini之小值 set表 就是一个合法的 这个规定合法的 一个数字间隔 如果是这个 set是三 合法数 就是什么呀 负三 零三六等等 value就是一个 默认者 这儿的话呢 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做个简单的试验啊 number input type什么呀 number 然后的话 name啊 先加个name name等于啥 等于t-um吧 然后的话 咱们写个max 最大值 咱们写个10 可以吧 mini的话 最小值 咱们写一个 负五 负五 value 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零吧 给他一个零 好 咱们加这么一个 之后别忘了 换个好哈 咱们加这么一个 标签以后的话 咱们来试一下 来试验一下 试验一下 看这个现在一个效果 你看默认是不是零了 点提交 是可以的 那如果这个值 写了一个50呢 50点提交 t是什么呀 数个值不能大于10 数个值 咱们写个 负六呢 负六 请选一个不小于什么呀 负值啊 或者所以说 那是正确认 那选六星 六是没问题 都是没问题 然后在刚才 还有什么 什么属性来 就是说有一个 叫做什么呀 再给他加上 加上以后看一下 那咱就这么找 选一个 s 那也给他一个3 给他一个3 给他3 下个3 看一下效果 3 3的画了 3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sat比较是 比较是 这个合法数字的 一个见课啊 这个 那咱们就是给他 试一下 试一下 那我现在输一个 刷千价 刷千价啊 我这输个3 输个3 提交 嗯 他记着 每题是一个 请选择一个 有效值 只要在1和4的 范围内啊 那咱把这个值 给他稍作一个 调整一下子 嗯 小值的话 咱给他写 从1开始算 他值从0 value值呢 给个 给个3吧 给个3啊 给个3啊 行啊 抽一下啊 刷线 3 然后咱稍给的 调整调整一下啊 就是什么呀 最大值是0 然后的话 呃 最大值是10 最大值是0 然后的话呢 value是3啊 value是3 value咱加不加 先不加里value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set的话 咱给3 就是区间是解 区间是3 区间是3 好 咱们刷新 看一下啊 先提交 提交的话没问题 然后到这我这说什么 我这写个0 写0的话也提交 是吧 我再写1 1的话怎么 1的话就不能提交 不能接 然后呢 2呢 也交不了 是吧 然后3呢 3的话是吧 ok 然后4行不 4可以没5的 那在这边 4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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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是不是也可以 然后9呢 哎 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所以说这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什么呀 就是我们一个number 一个就是这个 好 接下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论子 论子 论子什么意思呀 类型就是什么呀 包含一定范围内区的数字啊 然后的话呢 论子类型为什么呀 这个滑动条啊 滑动条 然后的话这样简单 简单 有咱们四个数件 一个就是max 一个什么呀 最大值 mini是最小值 然后这个step step是一个什么呀 也是一个合法不长啊 不长啊 就和咱们刚才什么呀 刚才number类型的一样啊 然后value什么呀 那就是一个 默认的一个最小值啊 最小值 那咱们这的话 简单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论子这个方式啊 这样还是写个name吧 叫name t max 也是10 然后的话呢 mini 是1 好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啊 哎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然后咱滑到最最后啊 滑到最左边 咱点提交 看出这个论子表 这提交是1呀 那咱滑到最右边 提交这几 是不是这样是0呀 那默认的情况 咱们提交这几 是不是6呀 是不是相当于是取了一个 类似于中间的一个值啊 类似于中间的值啊 类似于中间的值啊 然后在这啊 在这 咱们如果加一个 这个加一个step啊 step 再给他一个2吧 给他一个2 大家看 我现在是不是提到的话 是变成5了是吧 然后我再滑一下呢 哎 滑一下 大家也没发现 我直接过来 直接过来 不像刚才那么滑 那么润滑 我滑一下 滑一下 我变成减 我是变成7了呀 7 然后再滑 是不是9了呀 9 这儿是7 这儿是9 再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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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滑也怎么来 我这滑不动了呀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儿是设立 是吧 设置一个step的一个什么呀 有个不长值啊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直接滑 你可能就滑不过去了 滑不过去了 这是我们这四个什么呀 这四个 这四个 这四个咱们的这一个标签 这四个一个小的一个标签 大家把这块先给他小试一下 小试一下